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这次中秋预购大家看到这一款横格膜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解释一下它是哪一个部位 还有细粒子的本土冷压黑麻油 之前有上架过亚麻仁油还有花生油 还有这一款是新的就是台湾的竹甲鱼一叶干 这个一叶干它很小只 所以我直接用小烤箱就可以做了 等一下会示范给大家看 然后还会用细粒子的黑芝麻油 来带大家做这一个葱盐酱 可以直接搭我们的横格膜 非常的相得益彰 这个竹甲鱼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大小就大概像我们的手长大 比我们的脸还大一点点 然后我就直接把它打开之后 我有稍微冲一下水 然后把水分吸干 我用小烤箱就可以了 烤15分钟 第一次烤的时候 我会让它比较接近下面一点 然后15分钟到之后 我再把它往上移 因为我要烤那个皮 让它比较焦香焦香的 再烤5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鱼的大小跟份量大概一个人以为 然后忘了跟大家讲说 我在做这个烤鱼的时候 鱼是没有先退冰 就直接冷冻状态就可以直接烤了 然后这里再跟大家示范一下 我用细粒子的黑芝麻油做的葱盐酱 我葱切一切 然后我加了一点海盐 然后我就倒 我有先混合一点橄榄油 接着再倒一点黑芝麻油 然后再把它搅拌 这样就可以了 也不用再过活或者是再炒都没有 其实这样就很好吃了 这个是要来沾横隔膜 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那个横隔膜的部位 其实在烧肉如果大家有在吃烧肉的话 就知道在烧肉垫横隔膜是很受欢迎的顶级肉 它的肉质比较柔软 油花分布也比较均匀 画面中都可以看得到 扭的横隔膜是靠近背部的部分 就是帮助呼吸用的鸡肉 厚薄度比较薄一点 不像一般有的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厚度 所以我们煎的时候锅子就稍微烧热一下 然后把它放上去 很快就可以起锅了 因为不要煎得太老 但是你锅子的温度如果不够高 它就没有办法在瞬间达到 梅娜反应焦香的口感 这边示范给大家看 它煎出来啊 锅子本身还会有蛮多牛肉的油脂跟肉汁 所以等一下会带大家看 我都会怎么做 就是平常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锅子有点太热 你可以先熄火 像我都是会斟酌锅子跟火力的状态去做调整 料理就是这样 它没有绝对 只有你要学会应变 把它一片一片放 我拿到的肉比较碎一点 一般来讲应该正常来讲不会这样子 它还蛮香的 肉味比较浓烈 所以在一般烧烤店啊 大部分大家去吃都会点这个恒隔膜来吃 不过我一年吃不到一次烧肉店 所以大家在讲的时候我也是蛮好奇的 把它夹起来 不用煎太久 大家记得 看到时候我们拿到的恒隔膜的厚薄度是怎么样来做判断 看我都会这样子哦 再后来就打个蛋去把牛肉汁都把它吸收起来 不要浪费 然后搭配我们刚做的葱盐酱 葱盐然后做黑芝麻油 就刚好这样子 竹家鱼 然后细栗子的本土冷压黑麻油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恒隔膜 这一款澳洲进口的恒隔膜 中秋预购时间没有很长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什么都抓紧时间到战所去 那有一些战所会有一些东西可以试吃 都把握机会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